10月22号 我传来好消息 首个国产移动操作系统 华为原生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发布 这也是继苹果iOS 安卓两个系统之后呢 全国第三 全球第三大的移动操作系统 这是我们国产的骄傲 华为鸿蒙 这个系统是完完全全的原生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鸿蒙之前就有发布 而此前发布的鸿蒙呢 系统底座仍然使用了部分的AOSP开放原代码 那兼容了部分的这个安卓应用软件 而此次发布的这个原生鸿蒙 实现了系统底座的全部字眼 系统的流畅度性能安全特性的显著提升 实现了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 那这个东西非常关键 尤其是对将来很多这个 在移动端要实现的一些应用的安全性来讲 实现有所保证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我觉得至少可以防范 什么雄呼机爆炸 这个对讲机爆炸之类的事情 撕裂以后要研究鸿蒙系统的话 可能还得交点费用 但是现在支持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 已经超过了10亿 注册开发者675万 可以想象未来说不定 在很多国外生产的手机上 也会安装鸿蒙系统 为了这个抓住中国消费者 所以苹果将来会不会放弃自己的系统 那能有安装或者适配鸿蒙操作系统的 iPhone手机 如果没有的话 国人将来不一定会使用 关于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